可能我儲錢的方法比較暴力 香港人儲錢是終身目標 要不停賺不停花 我自己是儲得大舊錢 選擇儲得大舊錢 我的習慣就是分類來儲 我現在暫時都是分門別類來儲 自己是分門別類 我沒有故意分開你 儲 一出糧便會把某部份的錢 撲到儲錢的戶口 方便之後可能去旅行 用一大塊錢的時候 就會在儲錢戶口拿出來用 分門別類的話是很煩很辛苦 因為這份收入再去細分 傳入幾多 我覺得太麻煩了 就算你分了 其實最後洗 可能你洗得了 你又是要在其他地方 又要把錢移出來 其實也挺麻煩的 我覺得分類來儲 就可以自己儲到一個 想買那件事的目標 儲到就自己看得到 一個儲是買 一個就是去旅行那筆錢 我會覺得容易碰到一個目標 就像他這樣一大塊錢儲 連耳機都要想自己夠不夠錢賣 我分開兩塊 我知道我有夠錢去旅行 還有知道其他還有多少錢賣 儲錢已經變成了我的習慣 那我其實從中學 就是可以回到part time的時候 已經開始儲 儲錢可能買一下自己的心頭號 香港人儲錢是中心目標 要不停問不停花 我覺得大部分 可能我們這個年紀 可能想去旅行 如果可能再大一點 可能20多30歲 就會可能想買樓 我買車 起碼我儲了65歲 最儲錢都要繼續儲 儲了幾天嗎 7位數吧 這個答案有點無盡頭 剛才不會有緣的一天 暫時來說都叫做失敗 不成功 如果以去旅行做目標的話 都算成功 應該都挺失敗 那你們有沒有試過努力 去做一些東西 去逼自己儲多少錢 有 我們之前走這個極佳主意 我們就說 我們不買東西了 那個月 然後就說錢出沒得來儲 那個月其實都儲到錢 不過下個月 就賺好了這個極佳主意 下個月是不是報復成的買飯 成功的 因為 可能我儲錢的方法比較暴力 直接用現金儲 儲主錢是對的 我覺得可以幫到我儲錢的 所以我應該會用 應該都會 因為 搞了我這些 這麼不自律的人 好像聽到這個APP也挺方便 因為有WhatsApp提起自己的問題 好像也挺適合我們 很喜歡 尤其我之前沒有去認真看著我 到底每一筆洗了多少 又在說 給我 把 看 這個 這個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